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最主要就是一开始我想学习程式 然后可是发现很多新手连关键字都不知道 所以更不用说要Google 原本是做不到的事情 就像现在你在网络上直接搜寻进程 你其实也找不到什么相关的资讯 可能要用英文或者是知道更多的关键字 还有在大型的脸书社团的讨论群 可能会有对初学者不耐烦 不友善的情况发生 后来在一个Discord的社群中 偶然发现了很多在学习进程的朋友 所以发现了学办重要性 以及想要做这个专案 那我们对学办的定义就是 可以一起学习 不一定要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系 也可以是学生跟学生 或者是就是有共同进去的朋友 只要有资讯的交流就可以了 而且不限于学科 我们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资源虽然都在网络上 可是还是可能因为搜寻不到结果 所以不易取得 还有城乡差距 就是对于宜兰来说 因为我是宜兰人 在这边的话 学习进程这个东西的人就比较少 然后解决线上教学的短处 这样的规划 我们主要是以Disco Bot作为User Interface 那我们要只给使用者选择Tag 就是他的兴趣 他的专长 以及他愿意教导别人的东西 然后以那个Tag去进行配对 我们希望以三人为一组的方式 并且有Mentor跟Normal还有Nubi 三个不同的身份组 那希望比较有 比较在该领域比较厉害的人 可以自己申请成为Mentor 然后来教 来教其他人 然后我们会优先配对 一个Mentor跟两个Dunfi 这样子的方法 然后配对成功 就可以进行资讯的交流分享 那这是详细的介绍 就是目前主要的团队成员 放这张主要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可以来认识这个专业或者是跳坑 主要使用流程就是注册Discord 然后我们是以Bot 所以会收到Bot的讯息 填入专长兴趣等等 申请成为指导者 然后看跟你有相同Tag的人 然后并且跟他配对 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 就可以成为学伴 然后就会建立一个讨论串 讨论串结束之后 我们之后想要加入评分系统 来可以以及检举系统这样 对于各自的保护就是 我们不要求提供照片和联络资讯 是使用者可以自行选择 我们不希望它成为交友软体 就是像约会那种 然后希望用 然后以Discord Bot作为QI 就是我们不会拿到太多的使用者资讯 他们会直接给Discord官方这样 然后要加入我们的Server 才可以收到Bot的讯息 就是我们的Mentor机制 也就是技能经手的系统 可以让它防止这个平台变成交友平台 使用者不行增加Tag 我们会控制 然后Tag用图书馆的方式来实作 我们原本想要用Web App 后来发现这样好像不太好 主要就是因为 要解决初期的开发成本的问题 还有Discord Bot的性能很强 未来发展是希望在配对的演算法中 导入机器学习 还有爬出网路上的相关资源 然后 Hopping and Start Learning 就Scan the QR Code And Join Our Server To Use Our Service 然后 这是教学的Documentation 但是它很 还很简洁这样子 之后再增加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Tony 你可以把Emov分享关掉了 那我们下一组是108克钢 秀吉 秀吉你可以分享你的简报了 好 然后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想问的话 请使用Slide 这样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吗 有 有看到 那你可以开始了 那开始 各位好 我是秀吉 然后我们的专案是这个 偏向教育的高中生108克钢教育资源整合平台 然后提案的团队介绍 因为我们三个学生都是从屏洞上来读书的小孩 然后就是在屏洞很南部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我们的团队成员 我们的专案动机就是我们 我是大一新新任 然后我上了大学之后 我就看到说来自各地的这个电审 我已经错过了高中三年 我不想要再让我的学弟妹妹再错过了 我就在想说要开发怎样的一个专案给下一届 这样 然后我们的专案实作 所以我们是先以这个操作高中为例 这个平台可以之后可以开源给屏洞区的这个高中生 然后可以达到这个在地的试资查询 知道说我们学校里面有怎样的一个老师 还有提高校内的软硬体的使用度 然后因为现在高中生比较常用在这个instagram 所以我们会用instagram来进行推广 然后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有一个靠北版 然后因为我在靠北版是一个比较famous的人物 所以要我来宣传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选 然后刚好今年是第一届的108课刚结束 所以他们会有第一届的这个真实经验分享 然后之后可以在校内用Google这个domain 做这个学习历程的分享 还有会有18学习的分类 它这个推广平台就是宣传的会长的像这样子 就可以看到说 这样子就按下去说 我们学校的这个主修他是生物科的老师 他曾经他有怎样的一个专业 然后学生想要做专辑就找他 然后或者是资讯课的这个专业 然后再结合这个在地创生 这些资源的学生就可以用这个学习时间 或者是这个下课或的时间去找这一类型的资源去充实自己的能力 学习历程分享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利用Google的这个表单 然后会设计一些有提问问题 然后让学生第一届的这个108课刚的学生 可以上去前达他们的校信 然后和做这个学习历程档案的分享 然后这是我们的网站你可以看到 可能是因木截图的原因 所以就只有列出几个 然后就是把学习的分类这样子 然后我预计和这个教育青年属的 样肥群球计划做合作 然后利用大学生他自己的专业 来教学这个偏乡的小孩子 结合线下的课程 因为我的专业是人工智慧 所以我未来也会跟这些小朋友 介绍Machine Learning 然后就是我们上前已经有接洽到 差不多方向的两个班 一起有一个跟动场高中做接洽 然后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有看到萤幕吗 有看到你的画面 有看到你的画面 现在是会场的 看到 现在是会场的画面 所以这样是OK的吗 有也是OK的 你要换成你简报的画面吗 好 我也开我的 OK 好这样有了嘛 对不对 可以可以 那你可以开 好我开始讲 大家好我是Milo 然后谢谢日本提供台湾 在艰困的时候提供台湾疫苗 谢谢一下 然后我现在要做 我现在要分享的是 这个是一个think slide 那它是一个万人可以同步观赏的 即时性的简报 那这是它的技术架构 那希望它这个技术可以让 类似上Canva 或Google slide 或PDF 未来它可以支持 一万人同时线上 例如说 当很多人收GETO 人不能看简报 或是像Meta公司的Live Audio Room 或是Podcast的Google Me 甚至是Carp House 让他们都可以去使用 那这是一个think slide的demo 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是一个手机 然后这是一个 被拍的browser 然后这是实体的手机 所以你可以看到browser 各种系统的browser 或者是手机 它都可以支援think slide 让这个投影片通过吧 好那 那 那这个think slide 主要有三个功能 一个 因为像目前即时投影片欣赏 目前线上大概所有技术 等到两百人 那这个是可以到一万人 那另外我们有提供第二个功能 就是说 我们希望透过think slide 因为你可以是万人简报 也可以同时跟大家去间论连结 并且可以随时推进 现实或现象快拿出简报 那这是英文的表示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简单的demo 那假设今天当Alice跟Bob 他们在无论在圆宇宙或是在电梯遇到 那他们要做简报的时候 他们可以怎样呢 好那这时候这是一个Alice 那Alice她可以拿出她的简报笔夹 然后她马上就选择她的简报 然后接着她直接 那是Android手中 可以直接就联了 那如果你是不是Android手中 用QA建立一个房间 那号码建立出来 Alice知道号码是0245 那接着他0245 他也开启自己的简报 然后告诉对方 因为重力一方说 你输入0245就可以看到我 那他也把他简报输入0245 Bug他输入0245之后 他就可以同步看到简报 那当两方都同步简报后 其实两方的简报 Alice跟Bob他们的简报就同步了 那这是一个他们同步的画面 好然后你可以看到 当Alice跟Bob同步之后 其他简报就可以彼此同步 当Alice划这个简报的时候 那Bob也就同时就同步 好 是他大概这样的demo 那我们希望这个简报 可以让大家可以跟 能够分享 创造 而且可以彼此坚定去联系 无论你是在线上线下 你都会都透过Sync Slide 来做到 那还有一件要 一个东西要讲 就是有关Data Privacy 的部分 就是我希望为了Sync Slide 它以后是可以 将你的资料存放 你可以决定要放在哪个广告公司 或放在哪一个computer 或存放在哪个host 或是存 你可以决定自己的资料 存在哪里 你可以存在自己私人上面 所以你的连结 你的简报都可以 比较隐私有保障 那因为简报可能 会有被偷的问题 因为有这些 乐于分享简报 他不一定会希望被偷 所以你可以自由控制 你各种的一些 可必须感受 无论是你的 你可以决定要公开 那甚至于你可以防止 被人家截图 被人家截图的时候 你可以再上一个符锁印 以证明这是 你们自己出的结果 所以当你简报分享 无论是商业 或者是公开 都不用担心被侵权的问题 那连结清单 也可以决定要不要分享 那我现在是 这是GearTalk 最大的创始人 那Stack Overflow 是全球TOP 1000某一季 那也是Python的 这个 那我现在是个 冰箱古宗老师 那我希望这个软体 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那希望它可以让一些欢乐 然后可以帮助Giver 可以让全世界 更生长欢乐 散播出去 好 那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简报 简报完毕 谢谢 谢谢Miro 那 一定要一直提醒大家 欢迎用Sidal 问问题 然后我们带来下一组是 Course API 这些 软件 字散播 flags Meh 好 等我一下 那有点大 好像无法附和97人这种 有看到我的荧幕 有 有吗 有你可以开始了 好 大家好 我是Ted 本名是吕浩天 那我今天代表台湾开放教育推动团队 来做这个Course API开放式课程咨询会流学院的专案 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如果我在台湾有参加过大松人 一定听过我说很多次 我们想要汇整线上课程资料 建立整个採取平台来活化这些课程资源 那线上开放式课程总共1万笔课程资料 所以真的非常多的 那也可以透过108课纲的结合 进行一个更多学龄的自主学习 那同时我们API释出 可以解决开发者的门槛 就是就看他们可以直接串接这样 那我们团队目前有11位 如果有兴趣加入的话 可以进入那个G0vslack的eduopen 那 哦对 我们是去年6月2号成立的 这个讲一下 那我们系统架构规划呢 目前是爬虫开发与维护 就是爬虫嘛 然后接下来放进资料库 接下来再释出成网页跟我们的API 才可以进一步做资料分析 这个是我们的整理schema的 这个应该也有参加过大宋也会看过 因为我们都用这个GIF 那我们目前是实作大概6个 是有两个还没有放上去 一个是ShareCourse学联网 另外一个是清华大学 那我们也提出了6个通用栏位 这6个通用栏位分别是 名称网址讲实单位 简介来源平台 这个是为了让资料能够共通 就是让他们能够互通这样 我们的Github 我们的资料库 那这是我们前段月面规划吧 不过这次我们多了一个限定度 叫做我们的demo 虽然有点模糊 因为那次刚上传之后 就帮我录影了 那可以看到我们只要查询 就可以看到这些结果 然后TocC是财产法人 开放式科技教育联盟的名称 它重来了 那这是我们做问卷的调查结果 其中有三个结果非常的特殊 就是他们特别突出 一个是我们需要提供标权与分类 还有一阵式查询 就是我们的main idea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评价 也就是要提供一个 呃 这些课程他们一些 给其他使用者一些回馈这样 哦 等等 呃 呃 我被人跳太快 这个是 也是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 呃 算进步吗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赞助单位 是Cloud Native Taiwan User Group 呃 非常感谢他们提供这个 Infralabs的 的服务 就是一个 一个叫什么 一个云端主机 那也 呃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Cloud Native Taiwan User Group 的网页看一下 应该 呃 就是可以申请啊 那我们希望能够整个 和万笔课程资料 促进多元自主学习 我是Ted 柳奥天 我们是台湾开放教育推动团队 谢谢大家 多久 哦 我还好多 你还好多时间 所以你还有 想最后说一下 是 最后 好 那我想要真正说一下 Ted 就是 是我们这次 获奖团队中年龄最小的 科目组 现在才过 是过瘾了 嗯 嗯 突然想不到 要讲什么 呃 我说你是 诶 你有听到我讲话吗 有有 哦 就是 我是说你是年纪最小的 这是我们年纪最小的坑主 诶 你说你是国一吗 呃 我现在生 已经国二有一段时间了 哦 已经生国二 就是 9月之后生国二了这样子 对 嗯 那 欢迎大家就是 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次爱都问 然后我们等一下 他可以再一起回答大家 那我们就是先 我们就先 跳下一位 好 好 我们最后一位是 是那个 书一豪的 呃 乡民都来开拓 公民天文科学家的评图 呃 一豪有在吗 有 有 有 好 那你可以分享你的简报了 OK 有看到吗 有的 那你可以开始了 OK 大家好 呃 这个是一个关于开放资料及公民科学的专案 这个专案想要解决问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 呃 目前已经有不少开放的听闻资料 能借由Python套件取得 但缺乏让大众认识并使用这些资料机会 第二个 呃 我曾和高中合作举办天文黑客松 但参与者回馈有知识技术的门槛 及自主提案的困难 第三个 呃 对于天文有兴趣的大众 在看了科普斯书籍及新闻报导后 缺乏可以进一步了解并参与贡献的管道 因此本专案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 呃 我们希望与教育单位或社群合作举办工作坊 及黑客松 呃 聚焦在使用开放的天文资料 让参与者协作贡献用于天文及数理教育的互动式教材 呃 所以呃 这个专案会需要不同背景的人提供天文知识 教材设计 Python城市开发 使用回馈等贡献 呃 呃 我目前先是做了呃 两个教材demo 呃 第一个教材demo是主要是想要用于呃 工作坊 然后希望让参与者知道如何用Python去取得天文资料 即用Python去制作像这样子的呃 画面上这样子的互动式教材 然后比如说呃 画面上这边这个是显示用四行的Python城市码 就可以取得NASA的太阳系列行星资料库的资料 而且使用者可以藉由这个教材进一步去了解呃发现太阳系列行星有哪些方法以及它背后所用到的物理跟数学 ok 第二个教材呢 是距离第一个教材的Python城市呃 揭取资料城市码 一样也是用呃呃呃太阳系呃 NASA的太阳系列行星的资料 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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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离地球最近的太阳系外行星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使用者可以调整步伐 然后每个步伐就可能是 就会代表一个描述星体的距离的单位 比如说秒差距光年天文单位等等 然后进而借由这个教材去认识这个天文知识 OK 本专案目前的进展及未来方向 目前已经有两个教材范例可以使用扩充 然后在近期的话 我们在3月5号会在中兴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举办天文黑客松 我们会希望在这天文黑客松 第一个可以去扩充 当然第一个demo的 就是让它有更多的不同的天文资料 比如说太阳的星系的其他的资料 可以做范例 然后再来我们希望能制作用来 寄这些资料来制作 用来学习竖理知识的教材 然后另外因为刚刚那些debol 它背后就是一些python程式 然后这些python里面的程式逻辑 可以衍生为以天文为主题的程式教育 然后我会在今年的python年会做分享 然后当这些跟合作者 协作者创造出来的教材变多了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去建立教材的汇整平台 或者与已经既有的教材汇整平台 在更长久的未来 我们会希望跟其他的科学营合作 以该领域的开放资料做制作教材 达到所谓的资料驱动科学教育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社群 AstraHex in Taiwan社群 我们主要致力于推动开放天文 及公民天文学 我们有两大发展方向 第一在台湾天文学术及教育界 推广python及开源文化 第二让大众参与协助 关于天文推广效益 以研究的开源专案 然后以下有两个FB社团 可以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开放天文 拉近群众与星空的距离 好谢谢 谢谢一豪 好的那我们最后就是 问问题的时间 然后跟刚刚我有在评论区 贴那个观众投票 请大家就是可以从 你今天听到你最喜欢的团队 然后 对就这样 那再来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问问题了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 有的 好的那我们就欢迎大家 继续问问题哦 那我们现在就是照顺序来 那我们现在 有现在在上面的问题 首先是要问那个评论 有两个问题 那就请你们一起回答 那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如何 确保不会变成交流软件 再来就是 Discord本身就是联络方式 要如何避免有联络方式呢 听得到 听得到 好 那如何确保它不变成交流软件 就是我们有 Rating System 然后就是可以对 其他使用者评分 然后还有检举的机制 那Rating System 就是我们对每个Tag 分析 那像Mentor它就有比较高 每次的Thread关起来之后 就是每位使用者 都可以对其他使用者进行评分 那假如一个使用者 一直收到比较低的评分 他的经手等级 可能就会被下降 那如果他一直被检举 可能他有不当行为的话 管理者就可以去了解他的情况 这样子 然后管理者可以看到 所有的Thread 就是除了在Thread本身的 使用者之外 管理者也可以看得到 那Thread本身就是联络方式 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担心说 有个资 就是有人会担心个资 比较容易被别人 就是拿去利用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 后来就把它建在Thread上 这样子的话 他们使用者要提供给我们的个资 也会减少 这就是我们原本是打算要放 让他们放他们自己的联络方式上去 但是后来我们决定 他们直接用Disco联络就好 主要是这样 那避免它成为交流软体 应该是说不是像约会的那种交流软体 而是像 而是像就是单纯就是用来学习 而不是用来约会 对这是我指的交流软体的意思 那看到Rating System 对就是评价机制 给评分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 这一题好像有点微妙 我们现在用这个交流软体会议正式 不是你们 我们现在用这个交流软体会议是那个 就是国外团队开发的 然后今天的坑主 它是开发就是同步简报的 的层次这样子 台湾设计 那 呃 现在一题是那个 好奇Course API什么时候会正式上线 请Ted回答 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的 好 呃 我们Course API目前还在开发中 那第一版上线运计是已经有 已经有完整的整合查询功能 那我们也会根据那些 表单的结果 那 回到正题 什么时候会正式上线 我们赶攻一下 好 好的 谢谢 那 我刚刚是听到继续学习吗 这不是问题 简报 呃 那这一题是问那个 Thinklight那个Milo的 简报同步会受到网路连线品质影响吧 所以我要回答对不对 对 请回答 好 简报同步的话呢 既然上它的假设场景会是大概是大概是至少3G网路的平宽的情况下 那假如有3G网路的平宽下既然上就可以OK 但一般如果也是远端视讯的情况下 一般都有3G网路以上的水平 所以简报同步的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会受影响 但如果在线下的话 未来的话会考虑提供用蓝牙传输的方式来提供简报 不过这是比较后期的事 大概就是这样 好 好 谢谢 那这个好像是类似的问题 如何要避免 对 类似的问题 评价机制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也是Cost API的 就是如何参与 然后后端的技术 你要再多说明一点吗 好 如何参与的话 刚刚我有提到 就是我们在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我念G0V是对的吗 哦 对 好 因为 好像说要念Gov Zero 好 反正就是G0V select的 hashtagEDUopen 我打在聊天室 这个EDUopen的channel可以加入 然后我们最近也会在EDUopen 重新调查我们的 那个 会议时间 例会时间 那如果以前因为时间不能参与的 也欢迎就是在这次我们调查的时候 一起来为你的那段 那个时段贡献一点心理 好 然后后端技术 后端 后端我们是用Node.js 就是我们因为Node.js 比较好创接Mongodb这个资料库 那我们也是要自建一个查询的service 不然就是要使用Mongodb的search service 但是我们Mongodb是建在主机端 所以我们资料库在主机端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花费给运端的那些资料库费用 就是我们直接host在主机上 好的 感谢 那目前看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最后一分钟还要没有人想要问任何的问题 然后日本的大家也欢迎问问题 我看到问题了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才是 资料库在主机端会不会有被hack的问题吗 这个 我们资安的部分 我们也有去做一个考量跟评估 那我们团队中也有就是 比较熟悉资安的成员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 比较完整的保护 这些资料 那如果资料库被hack 其实我们也没差 因为我们都是爬从爬下来的资料 所以都是公开资料 那如果他们真的要hack 那就很奇怪 因为这些都是open data 而且我们都会开放API给他们串接 所以一轮上除了恶意攻击 是不会遇到hack的 谢谢 好的谢谢 那看起来好像 我看一下 目前应该 就没有更多问题了 那我最后就是 今天我们就是分享的团队就到这边 那今天 今天要感谢 感谢所有今天来分享的大家 就是日本来的大家 还有台湾的大家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为了 我们就是为了要鼓励 就是今天来参与的所有团队 所以就是要请 就是要请就是今天的观众们 那帮我们就是投票给 就是你最喜欢的团队 那连结刚好给我放在旁边的聊天视窗 对 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到 会 四点会截止机票 然后我就会宣布谁是得奖的团队 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进去投票 那我们今天的那个 今天的demo day就到这边 那 结束之后要请就是所有台湾 获奖团队的大家到画面 就是这个场地的左边 我们会有合照的环节 就是再麻烦大家到 左边的奖状 就是跟奖状合照一张 那我们今天就 对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那如果大家最后最后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那就期待今年的临时小学校 然后今年的demo day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参与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